既然季線有反壓 但是可能在月線季線之間做震盪 這在六月行情當中 又會變成了震盪盤 震盪盤裡頭必須學到的技巧 就是什麼時候該加碼 什麼時候該立刻停立 這一點立刻請教鼠方上來告訴大家 鼠方如何在震盪盤當中 用你最常使用最愛用的訊號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可以加碼 什麼時候應該要立即的果斷停立 其實技術面要隨著位階的不同 而不斷的變化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在結大盤的時候就講過 台北股現在是叫短線長多 但是中線正在轉強 所以你必須看你的中線 我們要在轉強的個股上面去做一個看法 所以目前的中線就是看周KD 用周KD看 對 周KD是剛剛才交叉向上 所以他可以中線保護短線的長多 所以你要選擇這類型的個股 那也就是說第一個 他有帶量突破頸線的位置 然後拉回守住頸線 那這是不是叫底型確立 那或是他在這個平台整理區 他是來到平台整理區的下緣 又往上勾 你當然在這邊可以買 那還有一種就是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先知先覺 像我們今天在掃入好多好強勢的個股 可是你可能錯過第一天 那你可以到第二天 他如果爆大量 他爆了一根大量嚇死了 可是這根大量從來沒有破過 你覺得這根量是誰 這個就A咖在裡面買 就卡位在這裡 就卡位在這裡 他撐住你就不用怕 對啊 就是我的成本在這裡 你們誰賣我通收 對不對 那就叫馬其諾的防線 那你就去接 好 量縮有手 然後大量的低點 在這時候出現的話 安全一點 然後還有些 我說股票裡面 不論是基本面 過來就是技術面 過來就是籌碼面 那你籌碼面是資檢卷增 或資卷同增 價強又是法人買的 你在怕什麼 是 對不對 這就是加碼時機訊號 對 不然你那麼多 兩千檔你要怎麼選 我們來舉例 最近大家說很夯的一個富頂 其實富頂早就在之前 比台北股市還強 他在之前裡面來講的話 你可以發覺到 他在這裡 他其實這一條上升趨勢線 他就從來沒有破過 是 對不對 那再過來 你可以發覺到 他在這一波 這樣子的一個下跌的過程中 也都是在打一個底薪 是 那如果你要買 是不是突破頸鍵的位置 這邊應該要加碼 對不對 所以你買 有一個 每一個上升趨勢線的低點 買 是 一個是突破的一個買點 買嘛 那你以後要怎麼賣呢 就是反過來 你跌破了上升趨勢線 你跌破了你的重要性的支撐 跌破了大量區 你要賣 那目前並沒有 好這是副頂的部分 用這樣的技巧來看 之前副頂的經驗是如此 那現在我們要看現在 現在有加碼時機 出現這些條件的有誰怎麼挑 對你來看 這是最近投信有在買的 叫3707的漢磊 第三代半導體 那請問這是不是一個W 是 對不對 那他之前的低點是99 他這一次往上凹的時候 是99.7 沒有破前低 沒有破前低 對不對 那他的KD指標 是不是從這邊正交叉 那一個原因就是說 你接近他這個低點 是不是一個買點 不然的話就是突破的時候 你可以去買 對啊 這就是加碼點 這個就逢地布局 這個叫加碼點 他是不是跟他是一樣的情況 周KD也是交叉向上 而且才剛剛開始 周KD又黃金交叉 對 剛剛才交叉 手前低 然後呢 在第二個低的位置點 沒有破 可以守 可以再加碼 再來就往 頸線的關卡 如果有破 又是一個第二個加碼點 你看這個是不是也一樣 這是第二個嘛 對 這個是加碼點 突破點 又過高了 這樣子 再過來 投信跟外資 最近有買的一個叫3624的光潔 因為他是電動車的一個電磊股 你看周KD是不是交叉向上 是 這是不是兩隻腳 嗯 那再過來呢 他跟所謂的一個副頂 有一個同樣的一個情況 他在這裡曾經爆一個大量 在這裡 是 他居然從來沒有跌破過 大盤在這一波 曾經跌翻掉了 他居然都沒有跌破 所以就代表這個六十八塊錢 這一個價格呢 基本上是有人他去做進貨 所以他不讓你破 大盤再怎麼爛 我就是不讓你破 所以就很簡單 那是不是接近這裡 你可以買 是 對到這裡彎腳 你可以買 再來突破 你可以買 可以再買一次 這就是這麼簡單的方式 好這就是加碼時機的方法了 剛剛鼠方教大家 欸很奇怪喔 你看車電的啦 第三代半導體的 對 剛好題材也正熱 對這也是車電 對不對 車電 所以你看最近剛好就是車電 第三代半導體從這裡去挑 可以縮小一些範圍 再看看有沒有這些的條件 可以去做選股 對應該是說你車電 你要電動車沒有第三代半導體 碳化系不可能做到 好環環相扣的啦 他也會特別講 另外呢有加碼也要學停力 停力比較難 停力是真的是在這時候 你覺得哇很好 轉翻了還想抱下去 結果呢你就失去了停力的好機會 停力停損 我會建議大家看日K 因為你看周K 等到你停的那一天呢 你大概就昏倒在地上 為什麼你會覺得 哇好像在割你的肉很心痛 所以我會建議看日K 對讓你的損失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 加碼震盪盤當中看周K 停力的話看日K 也就是說如果有一檔個股 他出了一個大量 那這個最低的成本都跌破了 那麼大的量全部套牢 你覺得他是好事還壞事 壞事啊 上去都跑了 都跑了嘛對不對 然後再過來 他每一次都守住一條上升趨勢線 每次到這裡就彈上來 到這裡就彈上 有一天到這裡 就下來了 跌破了 那就告訴你說人跑了 你這火車要出軌了 你會出事了 你還不趕快跑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漲很多 什麼叫漲很多 以我們的定義就是 你如果這一波直接漲兩成到三成 多不多 很多嘛 所以如果漲兩成到三成的個股 你破五日線破月線 你可以先走 你還不跑 太貪心了 對那不然就太貪心 譬如說在之前大家就是因為疫情嘛 因為快篩就買了一個雅洛法 他就跳上去 量又大 那我請問你 38.9到84 這是漲多久 一倍了嘛對不對 不是20 30%而已 一倍嘛 超過 那請問他這個大量區間是不是在這裡 對 那你跌破你要不要跑 跑啊 這麼好的位置 那你至少還跑到七十幾啊 對不對 你不跑 再跌破了月均線 在這一底 你要不要跑 你不跑 你就慘了 對那時候跑你還有六十幾 月線還有六十 你現在不跑呢 剩46.59 腰斬 對腰斬 也就是說你一個虧十塊錢 一個虧二十塊 再過來你要腰斬 你要選哪一個 小虧十塊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就是大家要了解到 如果我們說後座力 就你漲幅越大 你的後座力會越強 所以現在看到 這是之前的經驗 立刻來看 最近有可能要小心的停力個股 對那我覺得 其實東檢他的停力 第一個停力點已經出來了 已經過了 第二個停力點也出來了 因為他破了60.8 為什麼是60.8 因為60.8 是一個大量區間 他其實已經跌破60.8 那他現在有反彈到月線啊 你看又破了 第三個跑的點到了 你還不跑 對那換句話來講 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 再上來了 再下來一次 那你一定要跑了 就告訴你說 他這個就是越來越低 有沒有看到 這個叫下降壓力線 那你這個部分就要跑 重點還有法人已經不像之前那麼的忠實忠誠 因為人家那個普丁都說 我以後東西要賣給你們囉 你們不要懲罰我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是消息裡面會影響 那另外一個就是聯華 大家還記得聯華之前好會飆 飆了一大段 你看這樣個股裡面 從67.7 他破了季線 那為什麼要跟他講說 這個你要賣的原因是 因為他知道他季線才剛剛下彎 他現在開始反彈了嘛 那反彈到季線 季線是下彎的 該不該賣 你要賣 不然的話他這個是中空的股票 中空會變中空格局 如果法人又賣 又破季線反彈減碼 你要減碼 碰到季線 就要小心 不要以為他要準備突破季線 季線是下彎的 對 那就要小心 這就是停歷時機 沒錯 謝謝薯方告訴大家 全方位的選擇 要會加碼也要會停歷 停歷比較難 當然是人性的考量 人性的考驗 這震盪盤當中必學的 但剛剛薯方說的加碼個股 看中的是車電概念 第三代半導體概念 今天我們要來拆解電動車 好 立刻請世新上來告訴大家 把一臺電動車給拆開了 世新這兩天花了很多時間 好好地看 電動車最近很夯 不管是鴻海要加入電動車 昨天大家坐了這臺電動巴士 去參加股動會 對 鴻海的方向在這三年 已經是往電動車方向去邁進了 他也直接了當地說 已經不是以前什麼電腦手機 這些東西了 我們今天立刻拆了一臺電動車 來看 到底電動車 他其中的關鍵零組件 臺灣有多少關鍵組裝廠 其實我們這個把電動車 這邊最左邊這裡是完全的油車 一般的油車 油電混合車 油電混合車 這叫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 不是用油 但是有電也有除氫設備 對 就是燃料電池 那這邊就是最純的電動車 純電動車 最近好多廠商都在推這個 對 我們來看一下差別 差別其實最大我覺得是在引擎 他用油然後來送油到引擎 然後引擎在驅動變速箱 這是一般油車 那這中間我們就不研究了 我們看純電車 它的動力來源是電池 輸送電力 那這邊有個電控系統 然後再驅動馬達 所以說電動車有三電 電池 電控跟電驅 驅動馬達 所以電動車主要就是由這三個部分 來驅動 對 那剛才這個薯芳姐介紹到MOSFET這些 那到底他用在哪裡 我告訴大家 其實MOSFET就是開關 你不要把它想太複雜 就是開關 所以有電的地方就要用到開關 那我們現在看這個 你看這個 這個還不是電動車 這還只是普通 普通的油車 對 普通油車要用到電的部分 要用到這個MOSFET去控制開關的部分 也很多啊 也很多 超級多 你像這個電池 齒輪充電 那你這電動車窗 電動椅子 對 電動椅子要不要 都是 那這加起來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我告訴大家 大概普通車大概就要十八個 十八個 那如果電動車要用到幾個 大家猜猜看 大概兩百五十個 這麼多倍啊 對 所以那個功率源券 這個MOSFET為什麼會漲 因為需求就這麼大 那如果說感測 感測我沒有做圖 我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你什麼地方要大家感測 車尾嘛 你倒車是不是要 那車頭 車頭也要 你要感測前面嘛 對 甚至你儀表板 你要感測 感測什麼 現在有的車是監控你的眼球 你這樣睡著的話 他就會提醒你 提醒你 小心 那甚至旁邊車側這邊 也是需要感測器 安全的感測 那感測器的話 一輛車需求大概是二十個上下 所以感測器需求也很大 那我們大概看一下 如果這個電動車 臺灣能吃到多少商機 下一頁來看看 其實我們臺灣一直都是電子大國 那將來我提供數據給大家 像現在印度 他們也要開始發展電動車 為什麼 他空氣污染太嚴重 那他要發展電動車 你覺得以現在印度跟中國的關係 他會去找中國幫忙嗎 顯然應該是不太會 那他就有可能找誰 他就找臺灣 找臺灣 對 找臺灣就比較有可能 那我們臺灣我只能說真的 我股票我都沒辦法列了 太多了 光是種類就這樣一頁了 我再列股票不得了了 我只能說你從最精密的晶片開始 到這個普通的這種什麼 你看從晶片開始 車用晶片到這個鋁圈 整個都有 還有像這個電腦 車用電腦 像導航 像神達 這些都是嗎 這些都是連電動電子窗簾都有辦法做 那這麼多 其實臺灣其實占我們的電子股的產值 大概百分之七十都有辦法做到 都可以做到這樣 對 所以重點就是現在既然能夠做這麼多 但是如果是比較看好的 因為從這麼多檔 好幾百檔個股裡頭去挑出來 關鍵的必要 概念個股怎麼挑 所以我大概是我們簡單看 就是說現在臺灣電動車 我們大家就想要就是MIH 所以我今天選出來幾乎都是MIH 那當然第一個就鴻海 那鴻海他本身就負責組裝 那估他EPS十元 我是比較保守去估 我考量到今年可能景氣 會有一點影響 那最近外資這一個月五月份 就買了十六萬張 所以就長線來看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OK 我們看一下他K線 今天今天衝到一百一十六 這個位置是什麼 這個已經比台股的一八六一九還高了 所以這個你說後面還會不會漲 應該還是會啦 那只是說短線漲這麼多 我們暫時不去追他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外資也一直在買嘛 我們從這邊五月開始一直買 所以長線應該是OK 那另外呢 還有哪些MIH概念的 這個富鼎 今天也是漲停 那他是這個功率元件 我們剛才講到一臺車MOSFET要至少兩百五十個 那這個外資最近三天就買四千多 是 那EPS我這也是用保守去估他 給十二塊錢 對那其實應該是不止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比較 先保守來應對 來看看股價 那今天附頂的股價衝上漲 已經衝上去 一百四十二塊 漲這麼多 我覺得短線要追的話 最好等他回檔再去接 那如果來看他這幾天 這樣的一個衝高 他之前是不是還除息 完成了 那現在看起來 今天股價位置點到一四二 往回看五日線是一二六 他會回一二六五日線嗎 我覺得機會不大 如果說今天紅棒的一半位置 到一三六左右 就要下手了 到這邊就差不多了 不然很難回來 強股的部分可能會重 尤其最近法人還站在買方的部分 另外也剛剛看到國碩 天玉 玉龍 今天天玉也很強 玉龍這兩天好像也蠻強的 對 因為大家講到紅愛 這個MIH都忘記他嘛 那其實他應該是整個車身 架構部分由他來來提供 對 那另外我們再看的話 這個外資最近也是一直在買 那所以他這個底部打出來之後 當然量一補他就往上走 像這樣個股的追法呢 這個個股你看他留上影線 短線就不要追 那回到前一天紅棒的高點 我覺得應該就ok 前一天紅棒高點是在四十四塊四五的價格 就留意這個位置點 好 謝謝視頻 先告訴大家 請示範回座 剛剛這樣講 車電概念 拆解了整臺電動車 告訴大家 臺灣可以做到很多很多 車電的大贏家 其實臺廠是很多可以挖寶的 帶回到現場告訴大家 說巨當當沖小白 為什麼有人認為每次當沖 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割韭菜 到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待會兒我們會教你開盤當沖 必知的訊號 馬上回來